土豆兄弟可以玩叛徒加士兵吗? 一指 我好家伙 你不去干主播可惜了 这都能撑 不过咱们可以试试看 叛徒加士兵 其实叛徒这个属性 玩这个幽魂结战倒是蛮不错的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因为后期那些传奇类的武器 它都是有加生命值伤害 好家伙 这个命中率为面也太那个了吧 直接在面前打拼 它命中率是有减少50%的 来 速打一打 再 打不掉了 打掉了 不过没有爆东西 没关系 叛徒的属性是拥有一级别的东西 它就会增加10%的伤害 所以我们要尽量多买一点 一级别的东西会好一点 士兵站着不动 加攻速加伤害 那前期依旧是先把武器拿满 先会比较合适一点吧 刚才那个咖啡其实可以拿一下 咖啡还是蛮不错的 士兵的这个拾取范围 实际上还是挺大的 就是基本在你攻击范围之内 打死的怪 它都是可以那个的 可以吸收过来的 相当于是拥有了一个 圣物了 小范围的圣物 好家伙 一级二级三级 它什么鬼 行吧 都给它买了吧 好的 时间来到第九波 哎哟 搞个猪吗 行吧 整一个吧 那我们现在生命值呢 已经到达了54点 就是第九波对幽魂结战来说 它是一个抗 就是以前的版本来说 第九波你没有拿到头巾的话 你是很难打的拿幽魂结战 因为它是单体伤害嘛 并且没有穿透 但是这个版本呢 即使你不是玩这个叛徒啊 你也可以拿到那个尖头子弹 尖头子弹还是挺好拿的 对于这个幽魂结战还是挺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版本 玩这种生命值留派还可以了 不过互电那些都被削了 只能拿三个了 后期也不是很好搞了 好这个回忆我们应该加了很多血吧 我刚才是54点还是45点啊 现在已经76点生命值了 77了 因为到后期那些传奇类的武器啊 它都是为减少最大生命值的 所以我们前期堆一点生命值也挺好的 生命再生 实际上我们生命值高起来 生命再生也不错 因为这些东西呢 还会额外给我们提供 大概多少买一下就知道了 我现在远持伤害-60 增加2%的伤害 因为我们就减少80%了 随便买买吧 反正这个伤害也不错了 慢慢给它加上去 护甲闪避都可以 生命值很高嘛 护甲都给它买一下 像这种白色的装备啊 便宜的话我们都买一下吧 其实无所谓啊 来到第11波 哦好家伙 接下来三个boss 暴击再买一点吧 刚好把钱花完了 好出发 那因为是有士兵啊 所以打boss还是有点难受的 你必须走一下停一下 走一下停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加点移动速度会好一点 臭小子 但是我们只要逃命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办法攻击 哎呦 没关系 我们皮操肉厚 一百多点血呢 可以稍微顶得住 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 boss快没了 就站着A它吧 把它打死就行了 nice 完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站在中间了 我们等一下再加一点失去范围 或者再搞几个boss宝宝 这些材料就不用管它了 整了个机械臂也可以把6点护甲 我们现在护甲竟然是负的 我之前好像有加护甲呀 贯穿伤害挺好的 我们现在贯穿伤害减少到50% 那武器实际上我们不用生太忙啊 因为我们等一下是要换武器的 就看看有没有传奇类的武器 可以搞到15波 这个臭小子我们站着不用动就可以了 不用管它 它会算了还是追过去打一下吧 被它打几下没关系 我们生命值超高 慢慢跟着它 在它身边 他贴我了 臭小子 还要贴我是吧 弄死它 我就31点血了 没关系没关系 它快没了 再见 士兵打boss就这点不好了 有鸟站着不动 好 又到了开箱子的时刻了 看看 这鸡肋呀 这玩意呀 不要了 回收 诶 这是个什么玩意呀 加特林激光 传奇武器 不过没有钱 那我们打完这部boss再说吧 先留着先呗 不知道有没有比加特林厉害 它是传奇类的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尖锐 它背上都是刀 不过 没事啦 皮烧肉厚嘛 站着跟它缸就死心了 马上又没了 好 没了 非常轻松 肉一点这些挺好的 我觉得玩生命质流派还是挺强的 就是你不用跑来跑去 玩伤害流派啊 你就是感觉后期伤害再高 到后面碰一下就死了 被小怪碰一下也死了 就很难受 这东西也没啥用 捡暴击 垃圾 还不如这玩意呢 加点原则伤害是吧 这个传奇武器啊 它为什么没有特殊磁条啊 其他传奇类的武器呢 它是有特殊的磁条的 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就挺一般的 就感觉就是加特林嘛 有吗 看不太出来 等一下我们把幽魂结战都给它换了 看看吧 我把这些都给它换了 幽魂结战不要了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传奇类武器的威力啊 传奇的磁条拿满6个 是会减100的最大生命值 不过没关系 我们生命值很高 另外一个磁条是增加25%的伤害 对我来说提升并不是很大 这些东西都给它买了 头巾还有必要吗 拿了吧 无所谓了 暴击整一个 再稍微刷一下 没有的话 这些都还不错 就这样吧 我来看一下 就这一把武器怎么样 我来看一下这把武器 长什么样的主要 感觉挺闷的 暴击有63吗 暴击为什么会有63啊 它三倍暴击啊 好家伙 我以为是二倍暴击呢 那就很厉害了 它是有比加特林厉害 不可以是传奇类的武器啊 但是就是 我们的手有点抖啦 压不住枪啊 这灯乱飘 等一下拿个弹跳 说不定就 一把武器就够了 我感觉 哎呀 谁叫我们是叛徒呢 心智不尖啊 平常缺乏断脸 就手很抖 枪都拿不住 上一波来个头巾 这一波来个尖头子 都给你拿了吧 哦 炼枪哎 这也是传奇的 每3.4秒 发射冷却为100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攻击速度也很快 而且它是有加攻击伤害的 并且有5次分离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把枪吧 这两把枪应该都属于 就是 加特灵的感觉啊 就是 那种射速很快 就是子弹只是 变了个颜色而已 跟冲锋枪加特灵 应该属于一种类型 不过确实很强 哎 哦 算了吧 哥们 咱们不能让叛徒 获得胜利好吧 特别是士兵 加上叛徒 那叫什么东西啊 叛军哎 叛军是无法获得胜利的 臭小子 难道你想让叛军 获得胜利吗 不要以为 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炎茶祖山三代 好不过传奇类的武器确实厉害 但是这个词条我不太理解 每3.09秒发射冷却为100 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不是跟左人枪一样 射着射着要等一会 然后装个当 可能是那样子 但是这个机关加特灵 暴击三倍啊 确实挺强的 我来看一下加特灵 它的暴击是几倍哦 加特灵的暴击是1.75倍 就差很多 但是四级的加特灵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个机关加特灵 它是没有特殊效果的 像这种啊 都有一个白色的词条 每4.几秒冷却为100 会减护甲 然后像这种就是 杀死敌人会获得材料嘛 等等啊 都会有些负面的 就这个东西没有 这个镰刀甚至 每秒钟会造成三点伤害 生命窃取直接百分百 不过传奇类的武器确实厉害 好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